到第三天 她還不排便 她就覺得肚子很痛 蹲不出來 就很用力很用力 然後就突然 碰一下啊 屁股就 怎麼那麼痛 不然有一顆 就突然在肛門口出現這樣子 但我今年暑假就遇到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高一的小女生 才16歲 那她本身就是有 曾經有慢性的那種 偶爾三不四便祕一下 那就今年放暑假 那就是 就開始有點熬夜 然後呢 她跟朋友約好了 就是有一天晚上就吃了個麻辣鍋 吃完麻辣鍋以後 隔天她們就三個女生 就出去三天兩夜的那種小旅行這樣子 然後就是去一個長輩家住 那這三天兩夜 當然都沒睡好 然後結果到第三天 她還不排便 她就覺得肚子很痛 然後就去蹲廁所 蹲...蹲不出來 就很用力很用力 然後結果突然 碰一下啊 屁股就 怎麼那麼痛 然後就 摸到說 哇 居然有一顆 陰陰凸凸的東西 就突然在肛門口出現這樣子 然後 她就很害怕 也很害羞 所以那個旅行回家 她都沒有跟任何人講 但是就是滿痛的 她就忍著忍著 結果後面幾天上廁所擦屁股擦一擦 居然就開始 對 那因為看到血 是人都會害怕嘛 那忍不住了 只好跟媽媽說 那媽媽就帶來看診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檢查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叫做 血栓型痔瘡 就是我們的痔瘡裡面 有一些 血塊阻塞了 那原因的話就是因為她長時間 就是最近這個作息不正常 對 又熬夜 那她本身又便秘這樣子 所以我就給她一些藥物去消炎 然後請她回家就是 溫水作癒 再配合 痔瘡的藥膏 大概治療一週左右 然後後來她慢慢 那個 後來痔瘡又稍微又縮小一點 然後改成就是用比較保守的治療 不過大家要注意 像這種血栓痔瘡 假如真的太大顆 太嚴重 有時候 變成有時候可能需要手續 開刀 對 妳如果輕微痔瘡 妳只要 多吃青菜 多喝水 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睡眠正常 它會慢慢改善 對 如果妳因為工作關係是一直熬夜的 又要抽菸 那妳就越來越嚴重了 對 其實我們痔瘡有分四度 那這四度的部分 就是依這個治核的部分 來做一個區別 那每個人多多少少 可能都會有第一度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每天幾乎都在排便 所以它多多少少 還是會摩擦出來一些些 那這個治核 其實如果在裡面的話 就算第一度 它其實也不太會有什麼症狀 等到第二度的時候 它就是會跟著大便這樣子磨 這樣子推出去之後 它會這樣子往下滑 那大便大完之後 它就縮回去了 等到第三度的時候 它其實不用大便縮 不用大便去磨它 它自己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妳要用手自己把它推回去 等到第四度 裡面的什麼肌肉纖維 或者是一些像是這個 結地脂肌斷裂的時候 它自己就是納在外面 甚至有些人就是上完廁所 就整顆 三顆都在外面 然後還要洗一洗 再把它推回去 那這個第四度就要手術了吧 其實我們第三度到第四度 都可以考慮手術 但是端看它有沒有一些症狀 那症狀就像剛剛張醫師提到的 疼痛啊 流血啊 這一些的